在阿根廷那邊呢 有這個希特勒的這個河墓 因為呢 希特勒當時是在柏林嘛 那後來他自殺生亡 那最後呢 這個阿根廷那邊的歷史線 希特勒呢 當時被發現的那個是他的產生 那他的這個潛度呢 也是提升 實際上的話 他們已經做了這個潛水艇 那出去這個外海 那再轉船呢 到了今天的這個美洲 那進到這個阿根廷 如果 如果你到阿根廷呢 他有安排的 他也會安排你去參觀這個希特勒的這個墳墓 那你會先想 希特勒不是死在這個德國 那為什麼人呢 會 那個有辦法分身去這個其他地方 又不是那個宋七里嘛 有這個七個這個分身 那這個就是歷史 但在德國歷史 他是寫著 這個希特勒呢 他就是死在這個德國 死在這個快 就是當時他跟他的親父 就是自殺這個身亡 但是在阿根廷那邊呢 就有他的墳墓 就類似今天的這個科楚拉島一樣 那我們也是去看一下這個馬可波羅的這個出生地 這也是觀光的一個賣點 真真假假 美假真真 就像意大利有城市叫維羅納 這個維羅納 那有個地方呢 叫這個朱利亞的這個故居 但實際上呢 也沒有朱利亞跟羅密歐這兩個人 而是這個莎士比亞根據當地的歷史所寫出來 那寫出來的這個小說 那後來呢 意大利就順著這個蜂巢 在那個地方呢 建立了一個朱利亞的家 朱利亞的墳墓這些 那都是一個觀光的一個賣點 那我們這個橋離開就要準備 對 離開這個杜洛福寧克的這個區域 我們要直接到這個史東 到這個克羅來西亞的這個長城 克羅來西亞這邊呢 他這個史東這個城市呢 他就是有建立做這種長城 那也是要預防這個敵人的入侵 因為在那個地方他養了很多的生蠔 養了很多的這些比較珍貴的這些 包括那個珍珠類的 所以 但是那個城牆 我們是沒有去爬 那城牆的爬的長度呢 還蠻高的 但是沒有像萬里長城那麼難 他還是可以走上去 大概需要走個四五十分鐘 將近一小時的這個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去看一下這個城牆 我們就要繼續往這個碼頭那邊過去 不是昨天沒有我 沒關係啊就是下來 應該可以吃 好 好 等一下 你的脂肪放肚子 憋在後裏子 嘿嘿嘿 給我 嘿嘿嘿 旅行遇見新知己 幸福克羅西亞第六天 小便Steven為你現場連線報導 今天是現在的早上8點25分 1月18號 苦克羅西亞時間 因為時差有七個小時 日常陸 complex nelle樣子 家長什麼仇飯 事情是花碗 都認識了 世界食物 好花金 明天二斯开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